白子善与地南天瞬间站着一台 两人如今都是鸿蒙真神九径强者 举手投足之间都蕴含着崩坏天地大道的力量 天水渐渐 渐出无敌 不能磁场 不黑暗 一时间 天崩地里 巨浪滔天 世界陷入无尽的黑暗 空间被撕成粉碎 整个一抹妖海再次换为了一片修罗地狱 边神殿一众弟子 赶紧躲入第七高维宇宙之中 避免被殃及持雨 两大强者齐逢对手 一波对火斗了个旗鼓相当 白子善脸上露出了一副不可思议之所 已经通过了红萌真神第九经 是怎么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不相信 白子善差点心太动了 完全没有想到地南天竟然在这三百年间 变得如此强大 还以为此次强势归来 可以直接横推烟神殿 嘎嘎乱杀 谁知道他居然连陈远手底下的一个小弟都制服不了 这尼玛就不可选 他都已经如此奇遇了 结果到头来 他居然连陈远身边的一个小弟都打不赢 太重的过分了 简直岂有此理 地南天一脸不屑的嘲讽 哼 都说了你是一只井底之蛙 你还偏不信 以为突破了鸿蒙真神第九经 就可以正面和燕神殿叫板了 可笑至极 白子善无论多么天资绝世 多么努力修炼 多么奇遇无数 都只是自己一个人在修炼 而燕神殿主卖正道者 可共享燕神殿一百亿天道圣人的修为感悟 你一人之领悟 岂能比得上一亿万人之领悟 不知道量变可以引发质变吗 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 群众的智慧才是无限的 地南天 你本就是六周第一绝世妖女 若同样侥幸获得某种奇遇 突破第九经也不是不可能 但你能突破第九经 如代表燕神殿其他人 也能突破鸿蒙真神殿 同为第九经 你也奈何不了本作 白子善化音落下 突然 一位飞色人影 不知从何时开始 瞬移而至 面对两大九经强者的面世神威 这黑影窥然不动 根本没有受到一丁点影响 同样的 这位飞影强者 身上没有散发出一丁点营养气息 显然已打反不归真 同性真我之计 无始莫定 是你 纳兰仙素冷声说道 白子善 店主当年看在某地的份上有你 没想到你还打来燕神殿放弃 上次的教训这么快就忘记了吗 此话无疑是当众 变开了白子善心里的伤疤 当众打他的脸 他白衣见底此生最趋劣的事情 就是看着自己心中之爱 沦为陈远狗贼的暖雾 而他却无能为力 这简直就是七尺大的 剑河东来 一剑封天 白子善音声爆 长达十万亿光年的滚滚剑 自西向东 铺天盖地 习起而来 那恐怖的剑势 仿佛足以摧毁亿万颗一颗 将天地万物都封锁在他的剑势之内 面对如此恐怖的一剑 奈兰仙素只是一脸不屑地摇了摇头 这一剑 与陈远的巅峰一剑相比 实在差得太远了 同为《鸿蒙真神》第九镜 没想到差距也能如此巨大 只见奈兰仙素轻轻地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直点出 那长达十万亿光年的天水剑 竟然请客间炸为粉碎 所有水质剑身集体崩坏 化为了密密麻麻的水分 白子善当场被震飞了出去 口中喷出了一口金色的血液 他只感受到了一股无法平靡的力量 瞬间撕碎了他所有的领域法 摧毁了他的剑劣世界 根本就挡不住 连对方以一根手指头都挡不住 你也是《鸿蒙真神》第九镜 还是传说中已历破的 有绝对力量 打破之物 迈入的《鸿蒙真神》第九镜 这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如此离谱的事情 《无始魔帝》已历破的 战力无双 同级无敌 即便同为第九镜 他也是最强的 一个地南天他只能打个平时 一个《无始魔帝》 他根本就打不过 难道他历经九死一生 获得的太古传承 就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当年打不过 现在还是打不过 为什么 我白紫善还好不容易突破第九镜 为什么连燕神殿的两个狗腿子都打不过 白紫善心太崩了 他感觉这个世界太不善良了 天道不公 大道不公 鸿蒙不公 卧槽你大吧 奈兰仙素目光中流露出一亩杀意 住手 你们不要打 仙素 南天 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手后说服紫善的 就在地南天与奈兰仙素 打算联手镇压白紫善的时候 一道宇宙空间门户再次开启 柳蒂一袭白衣飘然而至 相比较三百多年前 他气质更加盛洁 仿佛惊艳了时光 雪美动眼 天生游雾 风华绝带 不染仙尘 出水浮容 可远观而不可泄完眠 他身上无时无刻不散发的一股 异常强大的星河 还有功德神光护体 任何人在他面前 都会产生一种心境自然的感觉 不会对他有敌意 六二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再次看见你 白紫善差点眼眶都要湿热 时光非但没有冲淡 他对脸的情感 反而让他越发难以自负 只有真正爱过 才会知道思念一个人 到底活不痛 三百年不见 如隔十万零九千五百秋 柳蒂一脸责备的水 慈善 恭喜你 突破了鸿蒙真神第九季 想必这些年你也有所其余 但是你不该来燕神殿闹事 如今的燕神殿 不是你们汗动 柳儿 你也突破鸿蒙真神第九季了 我看你的修为气息 没错 我已经在燕神殿 你主卖正常 并顺利突破了鸿蒙真神第九季 如今我是燕神殿第一副殿子 你以后还是称呼我为柳蒂计可 柳儿这个称 太喜欢 柳儿 你生我气了吗 白子善一脸诚恳地表达了心中的歉你 我知道的 我不怪你 当年的我确实很混蛋 我不该一走了之 更不该贪生怕死 让你替我承受了不该承受的一切 我更加不该三百年都不来见你一面 我对不起你 你生我气是应该的 我白子善死声欠你 一辈子都还不气 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讲 当年他的所作所 确实有点落负 可是柳蒂文言缺一脸猛的 什么跟什么呀 他并没任何生气的意思 他只是觉得这个窗户太亲密 不像是普通朋友之间的窗户 他怕陈远听了会误 善 我想你误会了 我并没有任何生气的意思 当年我之所以答应陈远提出的条件 愿意留在他身边侍奉 并非只是为了救个 救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 我的内心是主动愿意接近陈远店主 所以陈远店主当年提出的条件 我不过是顺水推舟 如今我已经怀上了陈远店主的宝宝 你作为我最好的朋友 我希望你能祝福我 柳蒂话音落下 白子善当场猛逼了 晴天梯立 五雷轰顶 万剑穿心 他整个人都骂了 嘴巴张得老大 想说什么 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的性命 他的世界 彻底崩怕了 你 你居然怀上了陈远的孩子 陈远狗贼 他竟敢玷污你 不 白子善一脸撕心裂肺的好不出来 泪水如雨滴一般疯狂落下 男儿有泪不清淡 只是味道伤心时 堂堂鸿蒙真神酒精强者 此刻竟然崩溃大哭 他心中之爱 神圣不可侵犯的柳蒂 固在手心里都怕化了的 他古朴爱了三百亿年的柳蒂 竟然怀了别人 他不接受 他绝不接受 晴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你又何必要对我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气氛 难道这多年来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白子善变容领屈 一脸猙瘾的好话 可是你不是说过 你对男女之情 是不感兴趣的吗 你只爱天地苍生 心中并无男女小爱 可是你为什么会和陈远狗贼在一起 你竟然还要给他伤害 这个骗子 欺骗了我的感情 也许是的吧 一直以来 我都是这么认为的 可直到我遇到了陈远殿子 才发现 我并非对男女情爱不感兴趣 我只是对你不感兴趣 也许我们之间太过熟悉彼此 你我相识三百亿 我只能把你当成一个好朋友 好搭档 仅此而已 柳蒂这番话 如一是在白子善的伤口上散 自己舔了三百亿年的女生 连三百年就拿下了 她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女 太可笑了 我白子善 难道就只是你的一条舔狗吗 你知道这三百亿年 我到底为你付出了多少 白子善目光变得一片血红的好 你想要组建正义联盟 我劳心劳力地为你出谋划策 管理联盟势力 还为此耽误了休闲 为了追上你的修为禁忌 我不惜一切代价提升自己 首到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解决你身边的那群苍蝇 我让你心烦意乱 我化身为贵子 染血一身 甚至因为杀了太虚之主的地 被酒精大能满世界追杀 差点当场有动 所有古兰正义联盟发展的最后当事 都是我姐子 你只需要享受鲜花和掌声就够了 我替你承担了一切 结果你把我当舔狗 还怀了沉原滚别的孽子 这对我来说公平吗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她浑身魔气暴涨 原本一袭白衣 突然变成了一细黑 就仿佛染上了一层墨子 那一抹妖海之中 无穷无尽的杀戮力气 疯狂朝着她汇聚 整个一抹妖海都开始沸腾起来 足足几千亿光年的杀戮力气 顷刻间像是飓风一般 在白子扇周身凝聚 无穷无尽的魔鬼浩浩荡荡 天地间一片肃杀 就连地南天和奈兰仙素 此刻都皱起了眉头 地南天当即确认道 血手魔徒冷斩天 果然是你的老六 没错 本座承认了 白子扇便是血手魔徒冷斩天 冷斩天就是白子扇 白子扇了狠狠的 拯救天下苍生 从来就不是我白子扇的理想 我生于战乱 本就是血 是因为你柳帝的理想 是拯救天下苍生 我才忍住无边杀意 自斩恶念 陪你一切拯救天下苍生 你想要的我全都可以给你 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可你却成为了烧我最深之人 柳帝 我不会让你和陈远的孽种出生的 就算我得不到你的心 我也要得到你的人 此刻的头 已经变得彻底疯狂 心中在无半点负寂 天水杀到 无尽魔神 只见白子扇瞬间 冲入了沸腾的一摩妖海之中 他的身躯与无从妖海融为一 眨眼间 一道又一道黑袍分身 在那无尽的一摩妖海中凝聚而出 一万 十万 一百万 一千万 一个亿 不过片刻之间 竟然有十亿魔神 被凝聚而出 并且每一道魔神 都散发着鸿蒙真神八镜颠松的修为 这简直苦不如四 魔神自爆 毁灭吧 白子扇当然知道 八镜与九镜之间相差巨大 正常攻击是不可能伤到九镜强者 但是八镜强者自爆所产生的威力 却可以直逼地九镜 他获得天水之九残力 可与一摩妖海融合为一体 营养化出十亿魔神 每一个魔神自爆 就相当于一个鸿蒙真九镜强者 发出一次攻击 你们就算都是九镜强者 门挡得住十一次自爆攻击 即便是自所发布 他也要伤敌一千 来呀 互相伤害呀 功德护体 暗雨光环 柳蒂与地南天瞬间 撑起了防御护照 纳兰纤素肉身硬体 连眉头都没皱一起 恭喜宿主挨打执政一千点 挨打执政一千点 纳兰纤素的脑海中 顿时想起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 白子扇的魔神自爆 显然还是能产生那么一点点伤害 但这点伤害 对于奈兰纤素的血调厚度而言 根本无关错误 自从奈兰纤素突破 红蒙真神第九镜 他的血调厚度 就已经高达一万一点 除非你单体输出 能够瞬间超过一万一点的真实伤害 否则根本就打不动他 这种自爆攻击 仅仅只能对他产生一千点伤害 等于白子扇十一要魔神全部自爆 才有可能将他的血调厚 前提是他不会自动回血 但红蒙真神九镜强者的挥处力 又岂是你们看得明白的 他还是超级变态的预理错 加上系统补助 就是站着不动给你打 都打不死 纳兰纤素歪嘴一笑 不错 你这种自杀式的打法 倒是可以给本帝多刷一点挨挡值 来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一些 本帝喜欢你这种全力以赴的疯狂自爆 他直接挡下了白子扇的所有分身自爆攻击 甚至露出了一脸享受的模样 这种表现 反倒是比白子扇更像一个变态 简直甚人 看来血手魔徒遇上无始魔地 还真是小魔与大魔 分分钟被拿捏 谁是大小王 一目了然 可恶 可恶至极 白子扇气到仰天暴 欺笑声烟 无始魔地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本座的自爆攻击 为什么伤不了你分好 难道以利破了 真的如此逆天吗 你这个叛徒 当年本帝对你那般欣赏 甚至还打算把你提拔为魔地门八大魔神之神 可是你却背叛了本帝 今日正好星球就分一起算 无始魔刀 刀之事件 纳兰仙送入光一鱼 只见他只手掌天 瞬间垫有十亿把魔刀 自仓虫之地 斩落而下 天地为之俱正 只见白子扇十亿魔神 竟然在魔刀之下 全都被集体斩杀 猛然化为十亿团巨大的爆炸魔孤云 将一魔妖海搅动着天翻地覆 但白子扇并没有因此而已 酒精强者的生命力无比万强 特别是他掌控天水大的 在一魔妖海拥有极强的再生奴 白子扇一边口吐鲜血 一边疯狂吼头 可恶 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差距会如此巨大 那蓝先素一脸无懈地骂 如你这般废物 即便获得了天水之主的传承 掌控了一魔妖海之力 却依然菜得抠紧 如何能与全远电子相提并不足 你连我都打不过 你可知就算是十个我加强 都不一定是全远电子对手 你到底是哪来的自信 觉得柳迪不选你是对不起你 我爱你是背叛了你 你有哪一点比得上全远电子 论实力 不如 论风度 没有 论格局 你比不上 恶伦全势 更加不如 就连长相你都不如全远电子帅 我要是柳迪 我也不选你 你一个个方面都不如别人的家伙 说得彻彻底底 难道不是理所不当的吗 你有什么好抱怨的 罪物 辣鸡 百泪 那蓝先素的嘴下是毫不留情 每一句都像是捅在了白子善的心窝之上 将他千刀万剐 临时处死 白子善内心惨遭一领暴击 太痛了 太伤人了 白子善直接被骂哭了 堂堂鸿蒙真神九字强者 此刻竟然崩溃大骨 内心已然千疮百孔 三百亿年的坚持与信仰 全都崩塌了 难道真的是一个废物吗 无论我怎么努力 你不像陈玥 我就是一个伪君子 只能永远活在阴暗的酒 永远都上不了台面 我就是一条田斗 这一切全都是我自作自受 我根本就不该有所奢望 杀了我 小活了 原本还陷入疯狂的白子善 在奈兰先素的心灵暴击之下 竟反而开始平静下 他目光中出现了一丝 生无可恋的感觉 埃过大鱼心死 混世间情味和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当三百亿年所坚持的目标 轰然崩开 他已经不知道他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了 也许今日被斩杀 对他而言 倒也是个不错的结局 人一旦没有了活着的意义 和需要去守护的东西 再强大的修为又有什么用 白子善一脸麻木的说 柳蒂 我白子善当年这条命是你救的 今日便把这条命还给你 一命抵一命 陈远店主只认你就是冷展天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结果了 这数百年来 我也曾一度反思自己 为什么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有点不愿意相信 但最终我意识到 这一切也许都是我的问题 是我给了你不切实际的希望 也是我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你身上 你为了讨好我 一直在做自己根本不想去做的事情 你太唯心了 你太委屈自己了 你根本无需如此 你也不是任何人的甜度 无论如何 我都会向店主求情 求他宽恕你的罪行 留你一命 柳蒂圣母之心泛滥 即便已经迟垂了白子善就是邪爽魔独龙感天 他依然还想给他一个赶过自新的机会 就在这时 一道宇宙空间门户 再次开启 陈远单手背负 防返从那宇宙门户中走 拜见店主 拜见店主 柳蒂看了一眼陈远 又看了看白子善 欲言又止 店主 能不能 显然是想要为白子善求情 但又怕陈远误 陈远一脸淡默的 也罢 既然柳蒂求情 本帝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白子善 你可愿意加入燕神殿 在本地麾下改过自新 洗心革面 无心作人 居然愿意放过我 至善真意 功德洗礼 陈远目光阴凝 至善功德绝瞬间发动 白子善遭受心灵暴击 此时正是意志最薄弱 最松散的手 当即中招 陈远的至善功德绝 可一点都不比柳蒂弱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连无始魔帝这种心智坚毅如钢的超级变态 根本就无法抵挡 几乎被功德之光罩住的一瞬间 他就彻底员现了 这一刻 他的灵魂仿佛穿越了石头 回到了三百多亿年前 回到了最初的过往 他姓白 明子善 是天马帝国白家二少 从小就在全家的宠爱中长大 因为他天赋一笔 乃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器 他还有一个哥哥叫白子 他的爸爸叫白神 母亲叫金妙 爷爷是帝国大将军白如风 叔叔是天马牧场的牧者 整个天马帝国 都是以羊马为生 白家是在金银马场 白子善从小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养马和策马狂奔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政务 白子善刚满十八岁 他为了驯服一匹雄壮的野马 被马儿带着一路狂奔 足足跑了八百公里 耗费了三天时间 才将马儿驯服 可是当他回家 准备向家人炫耀自己的战绩时 一场噩梦出现了 整个白氏家族 上上下下 五百余口 被斩进杀绝 无意活口 他的父亲 母亲 叔叔 伯伯 大姑 小姨 爷爷 好了 六叔公 三侄女 就连刚出生的小外甥 都被无情杀死 一夜之间 整个白家被屠戮殆尽 还被斗皇帝天马大帝 安上了谋反的罪名 只因白家功高震主 引得皇帝猜忌 小兔死 走狗旁 飞鸟尽 梁宫藏 白家世代忠良 却落了个如此下场 这世道何等不公 从那一夜开始 白子善变非话 从一个阳光少年 变成了阴险狡诈的脑溜 他猥琐发育 继续力量 苦修剑道 终于在十年后 揭甘谋法 历经八年苦战 终于一举推翻了天马帝国 登基为帝 可惜他刚刚登基的第一天 星际大战就爆发 天马星沦为了星际战争 直到这时 他才发现 即便他当了皇 原来在星际战争中 依然渺小的宛如一只楼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帝国 就像是过家家一般 被轻易摧毁 也许要不了多久 整个星球都会被打成粉碎 他这个皇帝只当了一天 就要领和发 从没有享受过所谓的后宫三切 甚至连国号都没来得及 忍辱负重十年 苦战八年 还是得处女 他简直太悲哀 而就在白子扇内心 无比绝望的那里 一个仿佛不属于这世间的绝世神 沐浴着无穷的神圣光芒 从九天之上 飘然降低 就是柳帝 柳帝挥手之间 摆平了星际大战 就无数黎明于水火 也就下了重伤不治的白子扇 并且还赐予了他绝世见到宫底 带他走上了横扫诸天之路 没有柳帝 就不会有今天的白子扇 他可能早就已经死了 那一刻 白子扇心中便已经爱上了你 心中再也看不上世间任何你 一见柳帝物终身 再见柳帝梦断了 不过白子扇很清楚 他知道自己与柳帝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么巨大 那是神灵与蝼蚁的区别 一个蚪蚁又怎么能奢望得到神灵的爱情 这是不现实 他只能不断地刻苦收敛 不惜一切代价地提升自己 一年 十年 一百年 一千年 一万年 一亿年 十亿年 百亿年 还好他足够努力 也足够幸运 天资也确实不 他终于成为了白衣剑 突破鸿蒙真神之境 可即便他苦苦追赶了一百亿 修为始终无法和柳帝达到同意 他的内心是自卑的 从来就不曾在柳帝面前拥有过自信 直到他在一个秘境之中 获得了紧急分身力水 他自斩了年 冷斩天横空出世 从此有了一个不够被人发现的特殊身份 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 通过杀人夺宝 抢夺资源 猎人满门 暗杀偷袭等手段 冷斩天这个身份 替白子善积累了大量的修炼资源 同时白子善这个身份 打击魔头 成恶阳善 匡扶正义 也积累了大量的声望 他们一个在正道混 一个在魔道混 双方修饰彼此敌对 互相通报绝密消息 双面间谍 左右逢源 白子善因此积攒了丰厚的家人 各种历境传承 都被他拿到 也为他能够一路成长到如今的境界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回想曾经的过目 三百亿年的风雨飘摇 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他早已经厌倦了这世界纷争 心中只有柳蒂这一片尽头 不管是黄图霸业 还是拳掌诛天 他都不感兴趣 他正真想要的 只有一个人 可惜 这最后一片尽头 也梦碎了 回想白子善这一生 奔波劳碌 费尽心机 伪装自己 最后全是悲剧 他从来就没有为自己要活 小时候为了报仇 长大了为了一个永远得不到人 当了三百亿年的田口 回想自己最初的梦想 他只是想当一个马夫 能够每天快乐的养马 和马儿一切侧马狂奔 给马儿修脚 找一个会骑马的姑娘 一起喂马 劈瓷 钓鱼 周游世界 在美丽的青青大草原上 来一个家 这就够了 这个要求难得好够算吗 可为什么如此简单的幸福 他都从来都没有得到 也许 我应该向陈远学习 我想要看看陈远 到底是如何对待柳迪 为何能让不识人间 烟火的柳迪对他痴迷 如果没有搞清楚这些 就算死 我也死不灵目 至少让我知道 我到底输在哪里 这一刻的白鸡扇 突然又有点不想死 并且收回了对陈远的滔天分 有点想要请教他指点两招的感觉 这种潜移默化的思想改革 让他对陈远莫名其妙地 多了几分尊 我答应你加入燕神殿 进入第七高维宇宙 白子山彻底震撼了 这里是燕神殿总部吗 如此浩瀚无垠的宇宙世界 竟然与红龙宇宙有八分相似 几乎无限接近高维宇宙的标准 竟然还诞生出了一万多个世界界域 每一个世界界域 都等同于数十个超大型宇宙的总部 这太不可思议了 他振不完 振麻了 内心只觉得翻江倒海 一片混沫 他甚至怀疑燕神殿的总部 其实就是一个高维宇宙 如果这里是高维宇宙 那陈远是什么 作为高维宇宙的宇宙之主 那不是鸿蒙师祖吗 我竟然与鸿蒙师祖为敌 这一刻 白子山似乎终于敌 他为什么会输得这么 输得这么彻底 这样的察觉 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他根本就没有赢的机会 可笑我竟然还想要铲除燕神殿 那不就等于要铲除一个高维宇宙 这是何等的自不量力 我就宛如一只井底之蛙 跳梁小丑 可笑至极 燕神殿的底蕴 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即便他是鸿蒙真神酒精强者 这一刻也感受到了自己的描想 一路走来 直至登上第三十三重天 白子山看到了无数天道圣 各类种族强者 对陈远的朝拜 拜见惦记 还有无数美女 看见陈远时 那目光中带着狂热的崇拜 甚至陈远居然还敢当着柳蒂的面 与其他绝美女子 打琴骂呛 肆意风流 暧昧不清 这直接把白子山给看待了 还可以这样的吗 柳蒂居然不生气 陈远总 殿主 他居然后宫还有几十位角色美女 柳蒂竟甘愿沦为一房小妾 无始魔帝竟然也和他暧昧不清 卧槽你大吧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第三十三重天 竟然还有五十多位美女 全都是鸿蒙真神七镜以上强者 各个人间角色 竟然全都是他的女 白子山此时此刻 世界观再一次遭受了无与人比严重冲击 整个人直接猛逼了 除了猛逼还是猛逼 除了正部还是正部 因为根据他的了解 但凡实力突破鸿蒙真神级别的女性强者 无意不是强势霸道的女帝级人物 达到鸿蒙真神第七镜 那更是牛逼上天 岐傲不逊 唯我独尊 恨不得建立一个女尊世界 把男人当成宠物一样倦宜 这类女性强者 怎么可能愿意给人做小鼓敌 当小老婆 不可吗 这绝对不可 然而如今事实摆在眼前 别说是那些鸿蒙真神第七镜 过鸿蒙真神第八镜的美女强者 就连柳蒂和吴史摩蒂这种酒精大 都被成员给拿捏了 这这么简直离谱 白子善追随柳蒂三感应 曾经不止一次旁敲侧击地问过柳子 关于男女关系的考虑 然而此时发生的现象 和曾经柳蒂说的截然相同 白子善回忆起两百八十亿年前 他隐晦地询问 柳蒂 你觉得什么样类型的男人 会是女生心目中最喜欢的男人 子善 你跟我这个做什么 难道你心有所属的吗 白子善紧张道 没 没事 我也就随便问问 柳蒂随口回答道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我觉得任何女性修士 最喜欢的一定是专一的女 不和其他女秀爱你 始终如一 坚定不移 并且能够一直爱护她 守护她 陪伴她 关心她 性格一定要温柔 要懂得付出 要有责任心 有上进心 最好自身实力也强大 这样才能保护好 嗯 我明白了 白子善牢牢地记住了这番话 并且在接下来的数百亿年时光中 一直朝着这个方向流 她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最完美的样子 能够符合所有要求 她说到做到 她以为这会是柳蒂喜欢的样子 所以 她变成了一条田狗 柳蒂并不喜欢她 如今 她看见陈远店主身边一堆角色美女 柳蒂也在其中 她只觉得这个世界全是谎言和欺骗 就连你柳蒂都在说话 卧槽你大把 陈远她专一吗 她体贴吗 她有责任心吗 她有把你捧在手心里 她明明沾花惹草 见一个爱一个 简直就是个渣男啊 就这样你还要给她生孩子 白子善气急功心 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她说得实在太冤了 也许 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陷入了自我付出和自我感动的感情陷阱 无法自拔 柳蒂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爱情是什么 我不应该去请教一个女人 让她教我该如何去追求她 我真正应该请教和学习的人是陈迷 她才是真正能够教我的人 这世间最懂女人的可能是男人 最懂男人的可能是女 我要反其道而行之 白子善无性非 她道心破碎口 此刻竟幡然喜悟 对她而言 最难过的是情关 如果此次能够度过情景 她必将白齿干头更近一步 再次退眠 化简成蝶 白子善突然开脱 陈远殿主 我能够拜你为师吗 此话一出 差点把陈远给得到了 你压得堂堂红蒙真神九进大了 为何突然想要拜师了 红蒙九进墙子 代表你在某一个修炼道路上 已经走到了极致 根本没有人能够教你 你才是一代女士 可以开宗立即 老子这么根本就没什么可以教你 陈远单手悲苦 陈真问道 你为何要拜我为师 我想要向店主人学习 直到此刻 我才明白我与陈远店主的差距 到底有多么距离 师尊 请您收我为徒吧 白子善当其贵地 磕下了三个小 陈立满懒 诺飞这家伙还不死心 想要借助拜师的名 留在我身边 然后伺机挖墙角 你这老六倒是能去能伸 是真能过得出去 陈远心里泛起疑忽 但表面不动声色 也罢 想你也是红萌真神九尽强者 若是真心败入我们下 你便先去以第三只脉者 成为这个宇宙的一份 届时 本座自会收你为徒 徒儿多谢师尊收留 白子善一脸骨绝地说道 师尊 徒儿这就去以身和道 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 要跟着陈远学习 这家伙这么肯放下身 堂堂红萌真神九尽强者 给个第三只脉都愿意 这是相当的能屈能伸啊 不愧是当了三百亿年舔狗的人 这种能够自我淘擠的心态 简直相当扎实 若能冲破秦官束缚 将来必成大器 那行吧 这就开始了 你只需将自身原始 融入第三只脉当中 与其融合 便能完成以身和道的过程 这也算是你加入阉神殿的同龄状 我明白了 师尊 白子善绝对是个聪明的人 除了当舔狗的时候 脑子有点不清醒 其他任何事 智商都是正常在线的 对于他当前的处境而言 拜师陈远 绝对是最划算的作法 首先 他作为一名降将 若是不归顺阎神殿 他不可能活着离开第七高维宇宙 陈远绝对不是看在柳帝的面子上 才留他一命 之所以会留着他 是因为他作为红龙真神酒精强者 拥有足够的利用价值 这才是根本原因 其次 见识过阎神殿的真正的抵御 白子善心中的一丝野心被击砸了 他想要成为阎神殿高层 全掌天下 罪我美人性 陈远能够享受到东西 他也要享受一点 否则他死不明日 最后 以他目前的身份加入阎神殿 会很尴尬 谁都知道他挚爱柳帝 而柳帝又是阎神殿副殿主 陈远为了防止他挖墙井 肯定会对他有所防备 但是通过拜师 就能极大地缓解这种尴尬 也能让阎神殿其他弟子 迅速地接纳他 所以拜师是最优积 至于红龙真神酒精强者的面子 反正也已经丢完了 这面子不要也罢 只要有足够的力 连受拜师 拜一副都可以 这便是世界树莽 竟如此巨大 其中似乎蕴含着 足以毁灭酒精强者的力 看来陈远师尊是真的有能力将我斩杀 白子善当即判断 虽然只能以第三只脉正道 不过我乃鸿蒙真神酒精强者的修为 独创天水剑 自成一脉 主脉正道和第三只脉正道 对我而言 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反正我也不是我通过与深河道来提升修为 酒精已是这世间修炼大道之极限 以第三只脉正道反而更 这种之脉正道 对我形成不了太多的数 我若是有一天想要脱离 斩去道击变地 对本作也形成不了太大的影响 只见他心念一动 原神出窍 作为红龙真神酒精强者 白子善的原神 宛如一把绝世力 足以比肩天道 那恐怖的剑魂力 直接在第三十三重天掀起了一股剧烈的剑意容宝 当剑魂融入世界树第三只脉 下一秒 这条第三只脉 竟然直接产生了一变 开始散发出无尽的剑道锋芒 以及连绵不断的天水真意 那剑芒就如同所国荡漾一 连绵不绝 无穷无尽 那条变异的第三只脉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疯狂生长 不一会 竟然自动晋升 蜕变成了第二只脉 可是那股生长的速度 依然没有停止下来 很快 这条蕴含无穷连绵剑意的只脉 变成第二只脉中最粗壮的一条 隐隐约约有蜕变成主脉的趋势 通通 只见那高达三千亿光年的世界术 豐然为之一产 一道天水剑 冲天而起 瞬间席卷无尽宇宙 天水大道灌溉诸天万计 水格万物 剑之生命 这一刻 白子善顿悟了 他此时才发现 原来自己独创的天水剑道 竟然有诸多不足之处 他领悟天水之主的传承 继承了天水大道 只领悟了水之沙法 创造出连绵不绝的天水剑道 但却忽略了水之生命 万物复苏 则被苍生 远比沙法之力更为恐怖 即便是红龙真神九径强者 也一样有强有弱 他为什么会这么走 原来是他的天水剑道 真的不够完善 白子善顿悟了 此时整个本体宇宙 再次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个又一个水之世界 才宇宙中诞生 世界术疯狂生长 吞噬一抹腰海的速度再次加快 无数个世界 无数个星星 无数颗星球 突然下起了生命之雨 异议照颗 原本没有任何水资源的星球 都得到了一场 史无前例的情团大的灌溉 无数的江河湖海就此形成 生命循环细口诞生 第一百条主目出现了 此时陈远有点猛逼 白子善居然自己升级成主脉了 陈远笑了 红龙真神九径强者 果然非同反省 大意了 白子善皱了皱眉头 没想到我以第三只脉症 居然会引发世界术一点 但我成功升级为主脉 并且还借助主脉之力 领悟了水之生命健康 如此一来 我若斩去到鸡 恐怕会从此跌落地底境 再也无法惊失了 这倒是麻烦 和这一方宇宙彻底保定 但此时后 已经来不及了 也只能将错就错 干脆真的归顺陈远 若陈远突破 成为第七红蒙十足 他的待遇应该也不会长 至少这样 我就可以一直守护在柳子身边 哪怕即使只能远远地望 这 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白子善正到后 心境有所恋悟 也许让他短时间内放下来 他依然做不到 但似乎也没有非要得到不同的幸福 各柳帝在陈远身边 真能获得幸福 他选择祝福 我喜欢你 是我的自以为 我爱你 也是我的自以为 无需过问你的意见 既然我得不到 那我就去帮助你出军 辅助他成为鸿蒙十足 只有这样 才能过得更加幸福 六二 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 白子善恶念 分身被奈兰仙素大量斩杀 心中善念占据绝对优势 居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陈远无语了 居然还能这么听 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我愿称你为舔狗之王